这条消息是来自于信报 那么苹果现在股票跌了10% 道指因此而狂泻了707点 看来苹果的分量是相当之重 信报 联储局减息预期冒起 大家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再加息了 你不要加 不仅不能加 你还得给我减息 这是商务部的一条消息 就是中美将于1月7号和8号举行经贸部长级会议 这实际上是现在的一个新的情况 指的是腹部级的磋商 信报 特朗普说和中国的谈判进展比较顺利 而且也指出现在美国的经济不好 股票不好 是小小的一个障碍 等双方的谈判结束之后的话 美股一定会大涨 所以特朗普现在是信心满满 还是经济日报 美对华二级旅游警告 谨慎 就是中国可能有一些随意的执法 我觉得美国完全是多虑的 只要你不违法 你怕什么 没什么可怕的 另外一条消息来看 中美贸易战可以说对中国是一份战略礼物 我们强调的是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 这恰恰是美国逼出来的 ar为 中美贸易战略衣